所以剛剛的動作做完之後 你就可以把這個動作刪掉 然後你要執行的話就是從這邊 路在這裡執行在這裡 然後把它這邊按一下執行 它就會自動幫我把結果給放到這邊來 但是我剛剛就把我剛剛為了要拍照 所以把它又恢復了 所以把這個去掉有沒有 然後把這兩個去掉 這樣就ok了 其他不改 你說那如果要改成不要在那個A3 我要在A1的話那怎麼辦 沒關係啊 我剛剛講過你可以把這邊改成E就好了 然後它就會把它放在A1的位置 有沒有看到 它這個表現在就在A1的 其他都一樣 沒關係要放這裡了 所以這個是可以改動的 你可以改成那個哪一列R就列了 它的英文名稱就row 那C的話就column column的話就藍 哪一列哪一藍啊 那如果你假設覺得這樣看不太容易懂的話 你可以改成我剛剛講的 你就改成中瓜弧 裡面改一個A1就可以了 有沒有這樣就是A1儲存格喔 所以我如果再把它run一下 把這個再刪掉 然後再跑一下 ok 再指示 有沒有 這樣也可以過啦 這個 改不改當然就看自己的習慣啦 不過我是覺得應該不難記吧 本來是雙引號R3C1嘛 把它直接把它前後雙引號拿掉 直接改一個中瓜弧A1 這樣好像蠻好記的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把那個什麼 把那個圖給 折線圖喔 如果想要把它放在這裡好了 那放在這裡的話呢 應該怎麼放比較簡單 那跟大家講喔 你錄製圖的部分呢 更簡單 你只需要一個動作 就是游標放這邊之後 然後呢 你就插入那個什麼呢 插入這個分析裡面的樞紐分析圖嘛 然後你只需要找到折線圖 含有資料標記 按個確定就好了 錄完就ok了 就是你只你錄製的時候 其實就是找到那個什麼 樞紐分析圖 找到這個含有資料標記的這個圖喔 這樣就完成了 其他動作不要做 ok 因為我們其實需要 不是很複雜的動作啦 所以如果假設喔 你只是需要放個圖 放在這個位置的話 那我們就把它錄下來 所以喔 錄製一樣喔 把剛剛的動作再錄一下 錄製劇 然後名稱的話叫 剛剛是樞紐表嘛 所以這個叫樞紐圖 好 那一樣喔 按確定之後我們就開始 就是一個動作 就是找到分析裡面的那個樞紐分析圖 然後呢 再找到折線圖裡面 還有資料標記 確定這樣就可以停止錄製了 好 停止錄製 好 這樣完成了 完成之後來試試看喔 其實我覺得樞紐圖比較簡單 因為它執行的話喔 也比較不用改啊 還是有錯 看一下 哪裡有錯 其實理論上喔 最後只需要這兩行就好啦 所以如果假設上面它會多出這兩行的話 請你把它刪掉 好像以前是沒有出現這個啦 反正如果有出現你就把這兩行刪掉就對了 它其實只要是 就是這兩行應該是多餘的 把它刪掉 OK 其實最後只需要這兩行喔 一個叫做什麼 目前的工作表 在active sheet 就目前工作表喔 幫我先新增一個 一個叫做一個畫布喔 然後裡面的話 add chart 就是增加一個圖 圖的話 這個就是 含有資料標記折線圖 然後底下這個就是來源 來源的話就是這個啦 就是它在A1到B6 就這個範圍 有沒有 所以一個是畫圖 一個是給資料在哪裡 所以把它執行 有沒有發現就出現了 OK 所以喔 所以如果假設呢 你要把兩個結合在一起的話 比如說你說 老師那我希望 讓它可以像你剛剛執行的那個樣子 就是呢 可以什麼 樞紐表 所以我們剛剛是先樞紐表再樞紐圖 可是問題你說 現在要怎麼樣 要執行兩次 一次一次是先執行樞紐表 有沒有 然後再去執行樞紐圖 所以 我這邊怎麼還錯 我這邊還怎麼還錯 Ranch A1 到B6 所以喔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地方可能 也會有可能是有BUG 哪個地方有BUG 跟剛剛一樣嘛 你說 欸老師為什麼這邊有BUG 那其實怎麼改 對 把它怎麼樣 一樣的道理喔 所以以後喔 錄音聚集的時候 它會比較容易出現狀況就是說 會直接給你那個工作表的名稱 但是那個工作表的名稱 將來會不見 或者是換成一個新的 那所以呢 有個方法 就是因為 反正我們的資料就是在這裡啊 就是在這個工作表的這個位置啊 所以如果同一張工作表 你是可以不用告訴它 你在哪一個工作表 所以這個是可以把它刪掉 所以喔 這個是可以把它刪掉 甚至這個錢的符號都可以拿掉 因為錢的話是絕對位置 因為反正我們就是絕對位置的嘛 這樣的話應該更精簡 好 那把它執行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有了 有沒有 所以喔 那個 錄製樞紐分析圖比較單純 但是錄完之後 反正你就記一下 就是最後只要有兩行 一個是 add char2 就是增加一個圖 一個是給它資料來源 但是資料來源裡面的話 source後面喔 它可能會有工作表多少 金碳號 那請你把它刪掉 這樣就OK的 那你說喔 現在還是要執行兩次耶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我可以不要執行兩次 我要只要執行一次 然後增加一個按鈕在這邊 按下它 自動把表跟圖一次把它畫出來呢 其實跟魏講喔 如果你剛剛這邊不是兩個對不對 一個是表 一個是圖 那你的需求是希望先執行表 再執行圖的話 那你其實喔 可能要變成你要自己寫一個程式了 那怎麼寫 其實不難啦 你只要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它一定會是錄製 聚集一定放在模組裡 然後會有一個sub叫做樞紐表 一個sub叫樞紐圖 那如果你要把兩個結合在一起的話 請你在下面再寫個sub 那sub名稱也許我們給它一個名稱 叫做歷年切到折線圖 這個名稱 這樣比較好 歷年切到折線圖 OK 然後記得喔 如果你要新增一個新的sub 反正頭一定是sub 尾巴就是那個名稱 那這個名稱將來也可以對應到那個按鈕啦 反正按下去就是這個 然後呢 這樣OK按Enter Enter之後的話呢 它會幫你增加後刮弧 跟End Sub 再來的話呢 你就 我喜歡按一個tab啦 tab就下一切齁 再來的話 你就是呼叫就可以 呼叫的話叫call call的話就是說 我先呼叫這個樞紐表 再呼叫那個樞紐圖 有沒有 所以它會怎麼做 它會執行這一個的話 執行這個sub 它會先去呼叫樞紐表 然後呢 再去呼叫樞紐圖 這樣的話 它就可以把兩個sub 就兩隻程式 把它同時在一個程式裡面完成 所以這邊改成樞紐圖 好 這樣完成了 那完成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跑跑看 所以 剛剛的話呢 是要跑兩次 現在的話呢 只要跑一次 按F8好了 我按F8 租房跑 有沒有 call樞紐表 它會跳到上面這邊來 然後跑這一段 有沒有 跑這個 這個 就樞紐分析表 OK了 然後呢 跑完之後有沒有 再去call樞紐圖 樞紐圖 然後要跳到這邊嗎 add char2 有沒有 然後把range範圍給它 這樣就OK了 結束 完成 有沒有 所以一個表 一個圖 所以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那最後啦 當然呢 你可以在這邊加一個按鈕 那個按鈕 就是例年切到折線 所以我這邊 還記得吧 插入一個 這個按鈕的部分 然後我在這邊加一個叫 例年切到折線圖 的一個按鈕 那拖拉之後呢 再選它 然後呢 把這個的名稱複製一下 按確定之後呢 貼到這個按鈕上方 這樣我就有個例年切到折線圖 好啦 最後喔 就是要 驗收了 來 按一下 有沒有 表跟圖出現了 那只是說啦 這個位置是可以再調整啦 因為你說 是那個好像位置不太OK 沒關係 我們先求有 之後的話 再細部調 細部可以 很多地方可以再調啦 不過我覺得先把它做出來 按下去 有了 有沒有 一個表 一個圖 然後我把那個最後呢 我剛剛講的重點再回顧一下 第一個的話 我是又錄製了一個樞紐圖 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只要做一個動作就好了 就是你要先把那個 記得你要先有表 有沒有 把游標放在上面 那只需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分析裡面這邊 把它找到那個 我們這邊應該是折線圖吧 然後還有這個 這按確定就可以了 然後就可以停止錄製了 它會產生兩行程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剛剛那個兩行程式 它其實就是 一個叫 這個 可能 所以 底下是一個叫做什麼 Source 就是 Source data OK 那其他如果有多的 像我剛剛有多兩行 那兩行都可以砍掉 沒關係 那個不需要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Source 後面 Range Range指的是範圍 那它可能會 裡面會有包含那個工作表的名稱 那那個部分是可以把它砍掉 OK 那最後呢 這個OK之後 上面OK 把兩個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這邊又多一個叫 例年切到折線圖 用Core Core一個 Core兩個 這樣的跑起來 就OK了 最後再增加一個按鈕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